它說已知 Fx 是多項是函數 然後它的一次微分函數圖形 通過這兩點 而且是頑口向下的拋線 我們先來畫一下 微分函數的圖形 是通過10跟20它的那個拋線 然後網口向下 那麼他們說請問下列哪些選項是正確的 我們看A選項 他說1到2的話是必增 1到2的話必增 因為這是切線協律的函數圖 所以1到2的話 它的這個切線協律都是正的 切線協律都是正的 因為這是Fx 切線協律都是正的話 所以它是必增的 所以A選項是對的 我們這個可以把它稍微畫一下 它的這個什麼呢 因為 Fx 一次微分二次函數 所以Fx 一定是三次 一定是三次的話 它一開始的話 它的協律是 從負窮大到1的話 協律是負的 所以應該是這樣子 這是1 這是2 M 這如果是1 這是2 這如果是1 這是2的話 應該是這樣子 1的話它的協律是0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 1到2的話 fx 是地增函數 其他這個都是地減 這兩個是地減的 從負窮大到1的話 切線協律是負的 從1到2的話 切線協律是正的 所以A選項是對的 那他現在說 L不會以3跟F3 3跟F3的話 可能在這裡或在這裡都無所謂啦 如果在這裡的話 那麼微切點 這一點的話呢 是3 這假如是3的話 F3 微切點的這個切線協律 它是正的 是錯啦 切線協律是負的 即使你3在這裡的話 協律也是負的 所以B選項是錯的 再我們看C選項 他說fx等於0 有30跟不一定 就看這裡 這裡的話 他是不是 就是說 這個 兩個什麼 兩個函數值 帶下去的話 這個是不是負的 這個是不是正的 像這個的話 就沒有什麼 3個4個 所以不一定 所以不一定 再我們看看 這個D選項 D選項的話 他說 這個 fx 在這個1的地方 有極大值 在1的地方有極小 相對極小 所以D這個選項是錯的 再我們看1選項 他說在2到無窮大 他說在2到無窮大 他的圖寫是向下方 沒錯啦 向下方 所以這個選項是對的 所以他應該選 A A跟E 跟E3 1 2 1 2 1 2 1